用苏联时期的2SE康乃辛自走炮 在哈尔科夫轰炸俄军 乌克兰第57机动旅士兵 亲身感受到这里战火有多激烈 几乎是停不下来 装填发射不断重复 他们眼见哈尔科夫外围的城镇沃尔昌斯克 在一个月之内从清新乡村变成废墟鬼城 光是有自走炮还不够 因为乌军知道在这里杀伤力最大的 是俄罗斯的柳叶刀无人机 俄罗斯在前线大量使用柳叶刀无人机 这是因为操作简单还能自主选择目标 还称它是乌军的最大噩梦 而乌克兰也不断发动无人机攻击 乌克兰专门训练的无人机作战旅Terra 为了提振士气 还说只要能够击中俄军坦克的人 就能拿iPhone当礼物 俄军的坦克就像无人机部队的奖杯 一个接一个炸 而且能够大大降低战损 这已经是乌军必备技能 而且无人机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兵力的培训 也比正规兵更速成更不受限 说是打仗还更像打电动 先在电脑上熟悉模拟器 要先过这一关才能真的开始飞 第一关过了才能进阶到户外实作 用的是不到台币2000块钱的DJI无人机 训练一批无人机的操作手 乌克兰既望借此改变缺兵种境 战争越拖越久问题也多 乌克兰又在上演战时换将 泽伦斯基罕见的和新防长塞尔斯基 一起到乌冬落军 就是因为才刚换上新的联合部队司令 汉纳托夫必须先稳定军心 而在外部支援方面也看到送旧隐形 曾经亲自走访乌克兰的荷兰总理 吕特要接任的是北约秘书长 乌克兰曾经多次力挺乌克兰 并被视为是身段柔软 善于沟通的协调者 吕特还没有正式上任 乌克兰的官方频道就已经开始大赞 他是乌克兰忠实可靠的盟友 而俄罗斯则表示就算北约领导人换人座 依旧会是俄罗斯最大的敌人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